各位,你们好,欢迎来到阿N与阿Lam频道。我叫阿凡,今天,我会承接上一集的内容,继续为大家讲述,哥哥张国荣的生平和故事。 张国荣的巅峰时期,1985年到1990年。1986年,在当年的十大劲歌金曲贵选中,他一人独占七首歌曲,为众歌手之罪。 同年,他有五首歌曲入选香港电台龙虎榜冠军歌曲,成为入选歌曲数量最多的香港歌手。 年末,他凭一曲有谁共鸣,夺得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的压续大奖金曲金奖。 6月,首次担任香港小姐竞选司宜。 12月,于香港洪磡体育馆,连开12场张国荣农情演唱会。 《张国荣的酒红》,使香港乐坛逐漸呈谈泳泳伦,张国荣相红并立的态势,两位歌手的歌迷也时有摩擦。 1987年,张国荣转投保利金唱片旗下新艺宝唱片公司,推出的大碟Summer Romance。 在香港本地的销量超过700金,成为当年全港销量最高的唱片,并奪得第十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,全年销量冠军大奖。 该唱片的主打歌曲《无心睡眠》,横扫1987年度各大乐坛颁奖典礼,获得1987年度十大劲歌颁奖礼金曲金奖,十大劲歌金曲奖,第十届十大中文金曲奖。 另外童年亦与谭泳伦、陈杰玲等人,代表香港参加东京流行音乐节。 童年,发行的国语专辑爱慕,在韩国空前大卖二十万张,创造华语唱片在韩国的销量纪录,成为第一位享誉韩国乐坛的香港歌手。 1988年,张国荣获得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颁发的,最受欢迎南歌声掌,以及戚册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颁发的,戚册乐坛南歌手。 而他亲自作曲的沉默是金,则成为粤语经典代表歌曲。 童年,推出首本写真集Stark Impressions,是香港计罗文后的南歌声出写真集。 童年,担任百事可乐在亚洲区的代言人,成为第一位亚洲区百事巨星。 童年,在香港红磡体育馆,连开二十三场百事巨星张国荣演唱会,打破香港南歌手,在红磡体育馆举办演唱会的长次纪录。 1989年,张国荣在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上,再度奪得最受欢迎南歌声掌,在戚册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上,再度奪得戚册乐坛南歌手金奖。 成为首位连续两年同时获得这两项大奖的香港歌手。 童年,作为唯一的香港歌手代表,参加于英国举行的亚洲流行音乐节。 此外,他还当选由韩国主办的,亚洲十大最受欢迎艺人第一位。 这一年,他推出了侧面,Salute,Final Encounter三张大碟。 大碟侧面,销量超过600金,获得戚册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的戚册乐坛大碟IFPI大奖。 专辑Salute,推出后受到好评,被乐坪人评价为翻唱专辑中的一座高峰,但他却在歌唱事业巅峰之时, 选择急流勇退,宣布退出乐坛。 于年底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33场张国荣告别乐坛演唱会。 随后,更在韩国、日本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等国家举办了多场世界巡回演唱会。 好,张国荣的生平故事,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 在下一集,我们会继续为大家讲述哥哥的生平和故事,请大家继续收看。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,请订阅我们的频道。 同时,请分享这条片给其他喜欢哥哥的朋友收看。 拜拜。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。